背上背著玉山主峰的新石碑 布農族綽號黑熊的高山協作松慶輝 一步步緩慢前進 往玉山主峰的道路陡峭狹窄 得小心不碰壞石碑 石碑重達50公斤 他從塔塔家登山口出發 花了5.5小時走了8.5公里 排雲山莊休息一晚再走2.2公里 3小時 清晨6點 換上石碑 历史的一刻 历史的一刻 難得有背到這種東西 這個算玉山的靈魂 新舊石碑交替別具意義 許多遊客幸運見證這一刻 紛紛拍照留念 要不覺得太幸運了 很幸運啊 對啊 今天換新的孩子 舊石碑在2013年遭逢雷擊出現裂痕 雖然修復過 但幾年來風吹日曬裂痕加大 今年正逢921地震21周年 預管出編列預算更換新石碑 台灣在歷經了這個20年前的 921大地震之後 這個由上而下的一個 玉山祖風的一個修復 那也代表對我們台灣 這塊土地的一個祝福 新的標高石碑接下未來的任務 矗立在台灣第一高峰上 也象徵台灣大地修復 浴火重生 大家新聞南投 綜合報導 加州 GBD 這兩位西部庫 關在台灣的 目前內 enm善 我們就要來